媒体采访立法院服贸抗议现场在刚刚传出遭民众殴打 一名电视台的女记者在拍民众身体不是送医的时候 忽然呢就被一个女子出拳打了腹部随即逃逸 后来女记者又拍到这个女子是身穿长老教会的背心 向教会工作人员反应要这名女子结果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现在这位女记者已经向警方报案了